吐槽好莱坞之黑美人鱼 大家好,我是阿珍,今天还好吗? 今天开始呢,我要开一个小小的系列 叫吐槽好莱坞 之前大家老说啊,你为什么不说好莱坞的电影啊 为什么不说西方的电影啊 我之前专门做过一期 我就说我为什么不说好莱坞的电影 就是因为好莱坞电影现在实在是 被这个某某正确搞得没了边了,没了底线了 但是呢,它又是万众瞩目啊 一部新片动辄就是全球上映 最近呢,我们院线里有很多部好莱坞的片子进来 所以呢,咱也不能老是这个聚焦到这个一亩三分地儿上啊 毕竟国内现在优质的电影和电视剧也非常少 一年能有个几部就不错了 咱不能,咱狂飙啊 加上这个漫长的季节,这就半年过去了 对吧,它没有那么多优质的作品 所以来点好莱坞啊 但是我要吐槽啊 今天就说说这个正在院线上映 几十个市场同步上映的真人版的小美人鱼 迪士尼近年来一直在致力把这些经典的 之前经典的这个动画作品呢 给他这个真人化 不管是什么狮子王啊 前一阵子不还有个那个皮诺曹吗 然后这次这个小美人鱼 这是一部红篇巨制啊 投资两亿美金啊 立项已经是四年前了 从立项开始 这个片子就充满了争议 就是因为他把这个小美人鱼的主演 换成了这个小女孩叫海莉贝里 黑人小女孩啊 这黑人小女孩一头这个浓密的小脏饼 确实是声音好听啊 会唱歌 这就一下子就是触碰了经典动画迷们的心理啊 这就是为了迎合某某政权 所有的观众来疯狂吐槽的同时呢 你又要规避啊 他们的那些某某政权 不能为别人打成种族歧视 所以西方的观众们很累啊 不能直接骂啊 只能是换个方式骂啊 不能挑人家肤色只能挑别的 但是说实话啊 是不是很别扭 我们所有的人一看都很别扭 这些经典角色直接就给人换肤色了 你就想想我们的哪吒 你给人换成小黑孩谁受得了 对吧 那不得骂翻了呀 对他们来说就是一样了 最好的方式就是你自己创造出一个黑人经典角色来啊 就像黑豹那样啊 全是全是黑人演员 全是这个黑人文化 大家开开心心的全球也不少挣钱 对吧 你不能就这么着直接往人家嘴里头怼 这种啊 默默正确 真的是很歌颖 果不其然啊 如此红篇巨制 又请来了这个著名的大导演 罗伯马歇尔啊 这个在歌舞片领域非常啊 有建树的 他之前那个芝加哥拿了很多的奥斯卡大奖 他还导演过这个张子怡 巩俐杨子琼杜边谦演的那个著名的一季回忆录啊 是个大导演 把他请来指导小美人啊 整个的制作班底都非常强大 上映了结果如何呢 全球市场一律不开啊 北美的票房一个周末下来就几千万美金 和他这个几亿美金的投资 加上这个疯狂的宣发成本来比啊 这个眼看前景不太妙 最打脸的就是整个东亚市场 日本韩国中国啊 这几大市场 但是这几个市场的观众是真不管毛病啊 尤其是这个现在这个中国市场啊 大家对这个好莱坞这个大片呢 已经没有那么大的热度 之前的这个银河护卫队3和这个宿主机型10和当年动辄几十一的票房已经比不了 就没有那个时代了啊 当然现在整体院线的这个确实实在萎缩啊 这个电影市场不景气 这也是其中原因之一 但是对好莱坞大片确实大家有些审美皮包了 而且这几年他们走的这个路子也确实让人越来越可疑 至少我本人越来越可疑 你弄一个黑的小美人鱼实在是病人结束不了 说回这个电影本身啊 这个小姑娘本身其实条件是还可以的啊 嗓音条件很好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你找一个这个白人小女孩 这个白人小女孩唱歌好的容易吗 很容易啊 但是你为什么就非得这样啊 就是要把你这个所谓的这种啊 这个这个少数人群的这个价值观啊 就是硬塞给大家 我一直觉得这种做法非常的令人讨厌啊 我可以跟你平等 但是你不能啊 直接来主宰我的审美 整个东亚地区的观众就非常的刚啊 我就是觉得这个不好看啊 不是什么肤色歧视 我就是单纯的觉得你换成了这个黑人眼人 我觉得不好看 所以不买账 在中国市场那是相当的惨啊 一个周末下来啊都没多少啊 所以不出意外的话啊 这个片子真的是全球票房都要铺杰 在中国这个豆瓣上才五点几分啊 然后还出了这个很多这个关于这个小黑美人鱼的这个啊 比如他从水里出来的照片啊 直接这个特别火的一个评论 就是说我怎么觉得像一行 对比这个反派的女主啊 和他两个人 然后说王子 王子居然选了他 没选那个反派 是吧 那反派漂亮的 这个迪士尼搞这种骚骚作 也不是第一次了 在这个皮诺曹里面 他把原来的那个小仙女啊 之前的经典 是个金发碧眼的 这个穿着这个裙子的 有些翅膀的小仙女 他感觉换成了一个黑人的光头的女 你这么样 你这样毁经典啊 能不挨吗 迪士尼现在是底气大啊 把皮克斯也收了 把漫威也收了 坐拥世界上最强大的 这个IP阵营 所以他确实底气足 赔点钱无所谓啊 我就是要把我这个 所谓的这个某某政权贯彻下去 迪士尼这还算是比较晚的啊 之前很多小的电影公司 已经就是整个到处 都是性少数人群的这个主题啊 就已经是全面开化了 但是这种作品的质量 就直线下去了 迪士尼终于啊 也走上了这一步啊 所以整个好莱坞 这些年是非常的令人失望 为什么好作品少 为什么经典少 就是因为条条框框太多了啊 以前你可以规避 现在不是规避 必须得有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必须得有一个什么肤色的角色 必须得有一个什么族裔的角色 这就给他制造了太多的框框架架啊 指环王里头出现黑色的这个精灵族啊 这个龙之家族里头有黑色的贵族 真的是一变 对吧 你安徒生看了这个小美人 估计的观点板都按不住啊 他与北欧人丹麦人的 何曾里何时见过非人 所以确实是 你说能不吐槽吗 整个这个西方的这个好莱坞文化啊 走到这个地步啊 真的有点强奸全世界人 人类的审美的意思 西方的观众呢 又没办法直接说 他们的那个这个言论环境里面 这个就是高压线啊 你就不能说是黑人不行 因为是黑人 所以我觉得不行 不行 这就是主族歧视 而且一旦被贴上这个标签 如果你是个名人的话啊 那你有事不得半生 所以这个 即使大家这个名人什么的 看着看不过去 也不敢公开说 那大家都这么隐忍着 哎 也只有在我们东亚地区 大家可以敞开了评论 所以我今天也爽一把啊 确实我就是觉得 你选的这个黑人主角 我看着不顺眼 黑人也不是美好看的 像哈利贝瑞那样的啊 著名的黑珍珠也有 但是非常少 而且 你让他去演007没问题吗 但是你把他搁在这个经典的 这个安东生童话里头 就非常的违和 我现在说他们也不会 他们也不会这个停止这种电影的拍摄 他们一步接一步的在毁这个境界 棕色的墨西哥裔的这个白雪公主啊 对着魔镜说 魔镜魔镜谁最美啊 魔镜说你最美 但是那个王后是这个盖尔加多演的啊 大家眼睛都不瞎啊 看到这些东西 大家自己心里都有自己的想法的 所以你不能这么掐着人脖子往里喂食啊 这样能不找到反感 希望这个小美人鱼的这个票房铺接 能给这个往后的这个迪士尼的电影制作啊 带来一些正气啊 该换的角色换掉 该听的项目停掉啊 好 谢谢大家 点赞评论 请不吝点赞